新竹试验最爱看书的乡镇是宝山乡 因为这乡立图书馆连续6年 拿下了全国阅读力表现机 全乡1.4万人里面超过有1万人都有借书证 而且平均每人借书4.67册 从全国600间的公共图书馆中脱颖而出 墙面上满满都是阅读机有奖状 宝山乡立图书馆今年再次拿下全国县市阅读力表现 基优城市乡镇组的三项殊荣肯定 一经连续6年获奖 每年的话然后就是用轮梯的方式 然后到各社区去办理 就是有关就是英法族的阅读推广活动 那在活动办理的同时 我们也把就是相关的书籍一并带到会场 然后让这些长者 然后也知道说 我们图书馆不只只有办活动 那我们也有进很多类似相关 就是适合长者他们阅读的书籍 每人借书平均达4.67册 借书证持证比例高达72% 让宝山乡立图书馆获选111年 整体阅读力表现全国基优乡镇市第四名 借阅测数及持证比例表现基优等三项肯定 全乡人口1.4万人 就有1万多人有借书证 图书馆每天平均有30人次到访 假日则有近50人次来借书 就连疫情期间线上预约或道馆借书的也很多 目前馆藏约64000册 满足高龄化乡镇阅读习惯 特别规划乐龄专区 像是疾病饮食控制 及延缓老化等 还有同书绘本专区年轻爸妈带孩子来最爱待在这 那在今年我们新竹县荣获在全国基优城市里面的名单里面的第二名 再来就是我们全新竹县的民众持有我们图书镇的比例也超过了50%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荣获了奖项 那在乡镇市的部分呢 我们新竹县的宝山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所以我们宝山乡的公共图书馆呢 这次荣获了三个奖项 宝山从全台600间公有图书馆中脱颖而出 逐县也获得全台阅读力表现极优城市第二名 成为全台最爱阅读的城市和乡镇